请不吝点赞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黄焖鸡米饭 黄焖鸡米饭 这是一夜之间便流行在大江南北的一道路适风味的小吃 它酱香浓郁 开胃下饭 快来跟随着我们的大师一起学做吧 制作黄焖鸡米饭 需要准备的主料有鸡腿 米饭 服料有干香菇 青红椒 笋 调料有酱油 料酒 胡椒粉等 这不就是黄焖鸡加上米饭吗 它怎么就那么受欢迎了呢 首先从字面上理解比较透彻 但实际上从食材上理解 黄焖鸡米饭指的是什么 固定的食材 用琵琶腿 鸡的琵琶腿 如果是做黄焖鸡这道菜 如果就用整鸡了 我们现在做成小吃了 所以一定要用鸡腿肉来做这个菜 对 带骨的鸡腿肉 我们看看做出来是不是真的那么好吃 行嘞 第一步我们先把鸡肉给腌上 来 你看我这一盘里边这个鸡肉呢 是鸡的琵琶腿 我们把它切开斩件 斩件了 泡上那么两三遍 洗两三遍 清水里面 对 把血水去一去 给它放在一个大的器皿里边 于师傅强调了 做黄焖鸡米饭 一定一定要用鸡腿肉 琵琶腿 对 这会儿呢 我们把这个鸡腿肉呢 给它放在盆里边 然后呢 料酒 放上三四勺料酒 去去腥味 然后蚝油 如果家里有蚝油 我们可以给它割上两三勺的蚝油 增加鲜味 这就是开始给这个鸡肉 对 然后酱油 酱油量要少 这么三小勺 因为我们最后的这个黄焖 追求的颜色呢 是银红色 对 这银红色呢 就是怎么去理解 跟金红色呢 有一个鲜明的对比 也就是说一个色深点 一个色浅点 金红色和银红色 反正只有做出来了 我们才能知道 这么说呢 是没什么概念的 对 然后糖 加上这么半勺糖 然后用手呢 给它抓匀 多抓一抓 在抓的这过程当中呢 我们刚才所放的这些汁料 全部进入到鸡肉当中 刚才您说的那个金红和银红 分别都是怎么出来的呢 金红跟银红 只是相对而言什么 相对而言是它的颜色 金红色 那它出来肯定色要深一些 银红色就是比那个红 银红色呢 对 比金红的相对要淡一点 那能理解成是酱油割的少点吗 对 它真是在这儿是吗 对 因为酱油着色嘛 原来就这点区别 我们今天这个黄焖鸡米饭呢 就要求的是银红色 因为黄焖嘛 明白了 它颜色就不能太深了 这是卤菜里的一个特色吗 还是 非常传统的卤味小吃 而且在咱们山东济南地区 那是很流行的 所以黄焖鸡米饭 其实是从那儿出来的 对 现在呢就一下火遍 这个大江南北了 有点千数万数 梨花开的这劲头了 对 不过小吃的这种 一时一时的流行 也挺有意思的 最后给点盐 最后给点盐 加点底味 然后用手把它们 抓匀在这个鸡腿肉块里 您看我们把这 刚才所搁进的这种汁料 全都给它抓到鸡肉里边去了 到这会儿我们放上葱姜 放上一点点的香料 给它搁在一边进行腌制 好 给它搁上一点姜 然后葱 滚刀块 搁上两块葱 就这么腌上就行了 对 给它腌上 再搁上一个八角 最后撒上 白胡椒粉 取腥增香的也是 稍许 好嘞 用勺子和筷子把它拌匀 就这样来腌上它就行了 对 到这会儿了 我们给它腌上15分钟 制作黄焖鸡米饭 重点步骤一 鸡肉的腌制 这里您要记住两点 第一 一定要选用新鲜的鸡腿肉 第二 用料酒 蚝油 酱油 白糖 盐 进行调味 最好用手使劲抓匀 使之入味 最后放入葱姜 八角和白胡椒粉 腌制15分钟 鸡肉处理完 配料的处理也很重要 它的配料呢 就是这么几样 有水 有青红椒 其中的这个 香菇 香菇很重要 这黄焖鸡米饭 做的好吃不好吃 这香菇也起了一定的作用 我们看这盘是干香菇 我们拿热水 给它泡起来 好 行嘞 干香菇十几朵 给它放在一个盆里边 少倒一点热水 清洗一下 好嘞 清洗完 把水给它逼出去 再来一点热水吗 剩下这个热水 来 倒 剩下所倒的这个热水呢 就是一会儿我们要炖鸡肉 所用的水的量 我不知道你听懂没有 听懂了那我就得多倒点 不 一定要少倒一些 现在这样行吗 可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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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它这个黄焖鸡米饭 这个水用量不是很大 为什么它鲜啊 就是因为它的汁很浓缩 那可是咱们鸡肉挺多的来 鸡肉挺多的情况 比如我们第一步 先拿高压锅压 所以它也不存在这个炖制 特别费水的这现象 明白了 好 用开水泡发香菇 然后这个水 于是说了 待会儿就用它来炖这个鸡肉 对 所以说你要掌握 这个泡香菇的用水量 一定要是我炖鸡肉放多少水 香菇里边就放多少水 到现在我这肉呢 腌15分钟也够了 香菇呢也泡好了 我取一个割压锅 把割压锅打开 刚才您说鸡肉全都腌好了以后 可以割个15分钟是吗 对 腌15分钟 到这会儿呢 我们把腌好的这个鸡肉 连里边的调料 在里边的葱姜 一起全部倒入高压锅 好 全给它倒进来 然后把发好的香菇和香菇水 对 把泡过的这个香菇 跟香菇水呢 一起也是全部倒入 我们看看这个水量 哦 还真的耶 还真的是叫姜姜的平 还不叫末 对 它呢 看这个水呢 跟这个肉呢 跟香菇呢 几乎是持平状态 对 来 我们看一下啊 这个香菇跟鸡肉 还有这水的这个比例 也就是说水的 一定要略少一点 为了保证它的汁呢 比较浓香 明白了 我们把高压锅呢 给它盖上盖 反正呢 鸡肉 自己本身也是会出水的 所以高压锅 盖上盖之后 拧紧 就是说我们先把 这一锅鸡腿肉 用高压锅压至成熟 对 拿高压锅给它压八分钟 八分钟 好 全部放入高压锅 我们开火 而且调味料也已经割足了 对 关火先端一边 开锅 现在开不了锅 现在让它放放气 好 然后出了锅 是不是跟米饭搁一块 这件事情就算做完了呢 对 我们还得收汁呢 来 到放气 同时我们把这个沙包 而且对呀 还有青红椒和笋 没有用上呢 对 好 五 很好 很好 而且很香 好嘞 我们把这个 不过确实奇怪 刚才我们搁的那个水 觉得一点也没见少似的 对 本身它这个 它挥发水分的机会很少 好吗 好 我们把这个压好的这个鸡肉 直接把它倒在锅里边或者沙包里边进行收汁 直接放进来 来 来点汁 把沙包打开 用中大火进行收汁 这个收汁的过程很重要对吧 对 收汁的同时呢 我们让鸡肉进一步的那个入味 然后把汁呢收粘稠 随着收汁的过程呢 然后这个 整个黄焖鸡的这个香气也就更浓郁了 就是它真正那个黄焖的风味到这个时候收汁的时候才是体现出来 才体现出来 对 所以今天那个这个色泽呢 我们就理解成叫就是黄焖的那个色泽了 对 银红色 如果是那个所谓金红色 就是加油色再重一点 颜色要深一些 就是就那可能就叫红焖了对不对 有跟你说吗 对 对 有红焖 好 我们现在把它里边的这些料头给它剪出来 因为它的香气已经释放完了 我特别关心你什么时候会割这个叫 损块 对 这就得割 这笋呢一定要给它切开之后呢 分一下开水 然后去掉一下它里边的酸味 笋味 对 笋味什么 我们也要跟着一块去压制 因为它那口呢很清脆 我们锅里收汁的过程当中呢 它就已经那个刚刚好了 就很好吃了 所以我们就没有跟锅里去压 要不然就面了 对 压的时间太长就容易面 为了这收汁过程快一点呢 我们给它搭上一个盖 给它沙包 收汁要收到一个什么样的程度 收到浓稠 就是还不能收干它 对 还不能收干 就需要留一点余汁 对 最后那汁泡米饭吃 还要泡米饭 对了 也是这个黄焖鸡米饭这个最精滑的部分 这个米饭其实最好吃 常常是跟汤汁混在一起的时候 对 对 汤泡饭 很多人爱吃 我估计也是因为这一点 就是米饭本来的那个是没有味道的 跟菜合在一起呢 也会互相打架 但是有汤汁的一揉和 就完美了 烫 对 还行 就现在这个黄焖鸡米饭呀 它也分什么 分这种辣还有不辣的 对呀 现在 如果有是那个辣与不辣呢 是在外边是有专门是炒的这个酱 如果我们在家里边又想吃微辣呢 可以搁一点辣椒就可以 干辣椒给掰碎了 就直接拿那个小的干辣椒 直接给它搅碎里一颗两颗 这个时候放其实就不会那么辣了吧 如果刚才我们是跟在那个 高压锅里边 对 那这一锅汤就彻底的辣的了 对 因为本身吃不了辣嘛 如果真吃辣了 跟高压锅里边搁一把辣椒鸭也一样 对 在压制的这个八分钟当中啊 这鸡肉已经熟了 进一步的收汁呢 让它的味道呢更纯香 更浓郁一点 所以为什么很多人爱吃 可能就是因为它比我们自己在家 有的时候炖个什么鸡块啊 或者随便炒个什么小炒啊 要更滋味浓 对 它有它的道理在里面 你看首先它炖这个鸡肉的水是香菇水 这第一步增香 然后第二步呢 它选材用的完全是琵琶腿 然后它 又肉又厚又好咬 对 而且它肉质很滑的 很活的 对 好 到这会儿呢 汤汁已经开始变浓稠了 而且下去很多了 我们把这个青红椒 第一呢 是配色 然后呢 再是增加一点这个青菜 把它放进来 你别说 放进去以后就是好看多了 待会儿你是要把它整包端到这儿来吧 对 然后焖上一分钟 我们就关火 好的 这道风靡全国的黄焖鸡米饭 制作起来很简单 我们再来回顾一下做法 第一 鸡腿肉洗净切块 放料酒 蚝油 酱油 白糖 盐 进行调味 用手抓匀后加葱姜 八角和白胡椒粉 腌制15分钟 第二 将腌制好的鸡腿 泡好的香菇和香菇水 一起倒入高压锅中 大火压8分钟 第三 将压好的鸡腿肉和香菇 倒入砂锅中 挑出料头 下入超过水的笋 盖上锅盖 转中大火进行收汁 锅开后根据自己喜好 放入适量干辣椒 出锅前撒青红椒即可 我们的黄焖鸡米饭 新鲜出炉 新鲜出炉 刚才是用高压锅压好了以后 于师傅又专门拿了这个砂包 收汁 在里面收汁 而且于师傅一再强调 收汁是很重要的 对这道菜来说 对 因为收汁会把鸡肉进一步成熟 并且使它的味道更加浓郁 对 刚压出了清汤挂水 那我们今天学做了一道套餐 套餐 还要教给大家一个 特别特别有用的一个绝招 在我们今天的锦囊里面 对 会有很多人听了以后很激动 因为特别想在家里头 吃到纯正的豆沙 对 今天于师傅教我们做 九这个红豆沙 九红豆沙 天天锦囊 今天教您在家制作原生态红豆馅 它既不会像超市里卖的那般厚甜 也不会增加任何添加剂 制作糗红豆馅 需要准备的原料有 煮熟的红豆 白糖 桂花酱 色拉油 制作方法是这样的 第一步 平锅上火 到50克左右的色拉油 将煮好的红豆放入 调成中火进行炒制 目的是要把红豆中的水汽渐渐散发出去 第二步 当水分渐干的时候 根据自己喜好加入白糖 此时转为小火 快速翻炒 以防糊锅 让甜味慢慢渗入红豆当中 当水分再次渐干的时候 淋入少许糖桂花 用来增香 这样搅拌均匀 就可以出锅 盛入容器中了 怎么样 这种能够看到红豆颗粒的豆馅 除了拥有超赞的口感 更重要的是 它纯手工 纯天然 吃着放心 为了健康 您也试试看吧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